早上七点五十五分 孙安佐穿着衬衫脱鞋走出家门 只见他眼神呆滞 不断用手捂住嘴巴 艳念有词 这是他惹麻烦后 首度现身在媒体镜头前 一大早爬起来 就是要和说好的酸民碰面 只是明明已经准备好要讲话 却又突然跑到一旁 吓得围观民众鸟受散 孙安佐自称精神状况好 还原了在泰国的状况 自称有创伤后压力症 不过被问起前女友 她不止再次捂住嘴巴 甚至还跳针式的 用日文回答更多次提及 爸爸孙鹏在他水里偷放浮水 你就是在背地里干了蛮多 我觉得蛮不噁心的事情 而且他是那种 我问他他还会不承认的那种 拜托不要偷尽摸狗干这种事情 你有种你好歹 你直接跟我说吗 直指和爸爸至今都没联络 不过和妈妈迪音倒是说了不少话 孙安佐现在情绪不满出口都指向爸爸 据悉孙鹏得知后也很心寒 禁止说一切交由律师处理 面对孙安佐接连闯的祸 即便声称会诉诸法律 但两夫妻真的会狠下心吗 三岁学姐还没有成体舞台报导